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中时观众跟粉丝朋友 掃描QR Code订阅年代 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看本土疫情的恶化跟升温 指挥中心今天确诊11个案例 其中本土案例7个 而且包含在芦州跟宜兰 都出现了不明的社区感染 这一次也因为 社区感染疫情的扩大影响 使得台股今天巨量长黑 爆出了历史新天亮7148亿 那股价的这个加权指数 是重挫了逼近700点 那整个台股受到冲击影响的 还有华航的运能 跟印度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的冲击 全球的经济事实上 又带来新一轮的变数的同时 拜登直接公开说话 他说如果不找工作的话 将会失去失业金 在美国内部 现在金融市场担心的是 通膨跟升息的压力 那事实上追破科技股的重挫 也连带影响了台北股市的 电子股的表现 然后华尔街日报今天 再度追踪 WHA打枪拒绝了台湾之后 压根是在打脸拜登 这里头当然固然有美中关系的变化 也有美国内部的反中氛围 国会事实上还有最新的提案 这个案子是要对台和平与承诺的 这个相关法案 同时美军又嗅了肌肉 那相关的乌人机群 直接摧毁这个舰艇 美中关系全面变化的同时 今天事实上在这一个 美国之音也有专闻追踪的是 习近平的武统大梦 那这背后观察的是 华盛顿认为台海的风险 步步高升 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 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 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 余中基将军 大家好 再来是新光医院的 洪子仁副院长 大家好 再来是陈光家温伟杰 大家好 再来是来自日本的 国际政治关系研究员 是三学 大家好 再来是文杰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 世聪 昨天因为受到 美国科技股重挫的影响 台股本来开盘就开低 结果盘中开始传出来 这个国内的不明社区 感染的案例 跟疫情的恶化扩大 使得台股中场爆出了 7000多亿的天量 同时盘中的跌点 高达700多点收盘 能来跌了600多点 那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 今天指挥中心证实了 卢州跟宜兰 都有新的本土案例 没错 今天的台北股市 爆出了历史的天量 7148亿 那中场是下跌了652点 收在16583点 那盘中有一度跌到700点 那当然啦 我觉得现在台股面临到 多重的压力 一个是疫情 包括说像印度 或是说整个台湾的这个疫情 造成对经济的冲击 另外一个 疫情造成了整体电子股的 这个需求减少 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导致现在 整个台北股市 面临到非常大的这个卖压 那当然啦 其实今天台北股市 下沙的过程里面 招攀 一度只有跌200多点 后来下沙到400多点 是因为传出 有本土案例 就后来果然在 这个苏院长 他们出来开记者会讲话之后 又开始再跌一波 那的确这个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压力 主要在于说 因为台湾过去一段时间 社区感染 其实都是零零星星 而且我们控制的算相当得已 但是这一次 今天增加了这个 七名本土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 有六名是不明的社区感染源 那所以当然会令人非常紧张 好那我们先来讲 今天增加了这几名 今天增加1201这一名呢 他因为他可以追踪到 他是1187 就是华航诺夫特案子的接触者 所以他的问题比较少 但是接下来的1202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在罗东的一个 游乐场的一个工作人员 那他在5月9号的时候 发现到说 他整个身体出现不适 那于是去 这个医院检查 后来在今天确诊 那确诊之后呢 发现到说 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接触者 那于是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游乐场里面 是个封闭的这个地方 那于是现在已经 先裁剪了35个人左右 那35个人左右 目前已经有 4名人员确诊 那案别分为是 1208到1211 那这个感染源在哪里 大家不知道 所以当然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另外一个是1203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 他是在新北的这个卢州 那因为他本身呢 没有出国史 那因为他原本 他是在一个私职会的这个人员 那我们知道 其实私职会的聚会 都是相当相当的密集 那他本身也去过非常多地方 根据我们指挥中心公布了说 他有去洗验 然后他有去按摩 那甚至是还有这个很多 我们知道 这个私职会都有所谓立会 甚至他们有出去一起去 这个这个外面聚会等等 所以现在呢 可能有非常多人 也都有待 现在在检验之中 那到底后续 有没有多少人确诊 我们都还要再观察 那因为来了这两名 就是1202这个罗东案 还有这个1203 这个新北卢州案 因为不明的感染源 使得现在我们真的已经进入了 社区感染的压力是非常大 于是呢 从即日起 指挥中心已经宣布呢 这个提高这个防疫的这个等级 从一级升高到二级 那同时呢 这个观察期要到6月8号 也就是说他有四周的观察期 是约莫两个周期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 我们目前的这个指挥中心的 这个决定之外 包括说像新北市 新北市已经说了 从即日起来说的话 不论室内室外 你都要戴口罩 保持安全的距离 甚至要量体温 如果不行的话 就不能够办 那甚至是台北市也有相关 包括说毕业旅行不能够办啊 看这个看病什么 很多都取消 所以你看其实 整个双北市 已经重新又开始 笼罩在这个疫情 可能升温的这个压力之下 好那我们讲的 这是目前的这个 国内的这个疫情 那除了国内的疫情之外 我们讲还造成 今天台北股市下杀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这个华航的这个清零案 因为华航的这个清零计划 2.0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他这个第一个时间来说的话 要把全数的机组人员 召会之后 要隔离14天 然后相关的人员 要检疫14天 然后检疫期满 才能进入社区 同时把他们机组的人员 分为安全组跟风险组 那因为这样的情形之下 会可能导致 短折两个礼拜 长的话可能会有 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国内空运的这个运能 会受到影响 因为目前以国内的 空运的运能来讲话 华航是占比较多的这个比重 虽然说长龙说 我可以马上去这个支援 但是因为他的比 他的比重跟华航有蛮大的差距 那造成什么影响 造成我们的晶片出货 可能就会受到受到影响 因为目前整个晶片 因为晶片毕竟你海运的时间太慢 所以主要都是以空运为主 那空运为主来说的话 这个对晶片业者的出货 当然会造成影响 甚至某些高端的设备 比如说艾斯末 要运到台湾来的设备 当然会造成影响 所以会对股价形成某个程度的冲击跟影响 好那除了这个 我们国内的这个情形之外 还有印度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都在关注 印度目前每天确诊人数 是一直不断的在往上攀升 死亡人数也都在往上攀升 那我们主要关心的是 第一个 我们驻印度的代表人员 我们代表人员来说话 加上当地的雇员 我们外管加上当地的雇员 有50多个人 可能目前已经有10个人确诊 那后来我们这些相关人员 怎么要回果的这个情形 这个我们当然现在都在想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去那边投资的很多公司 包括说像我们之前讲到了 这个伪创 已经有停工了这个状况 那鸿海 和索还有这个台达电啊 这个一大堆公司 现在在那边的情形到底怎么样 当然那不只是我们台湾关注 现在美国已经要求说 相关的4月28号 已经开始在撤离 撤离他们美国外馆的相关人员 也希望说这个相关的人士 赶快回到这个美国 所以你看其实 印度的疫情这样炸锅之下 也会让台湾的台北股市 笼罩在海内外 这个交相煎熬之下的一个重挫 好我请教一下 洪副院长怎么观察 指挥中心今天证实了 七例本土案例 那外界首先第一个担心的是 1203 因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 狮子会的会长成员 所以他有相当多的公开 而且是大型的活动 也有按摩店的按摩行程 那另外一个案例是在 宜蘭的百家乐游泳场 那百家乐游泳场已经确定 封闭的密闭空间当中 有这个五名工作人员确诊 是的 我想今天应该是 整个我们在疫情的发展上 从去年大家如果印象 就是2020年4月8号的 案379的酒店女公关 因为案379的 这位酒店女公关 就是感染源不明的 社区的传播 那经过了一年多之后 我们今天又出现这个指标个案 就是1202的这个 有两组的这个 就是说感染源不明 而且是本土 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上也提到 就是说 关系图已经画不出来 我们之前 整个华航基斯诺富特的关系图 都可以画得出来 包含今天有一例本土 他是基斯的家人 都OK 但是今天这剩下的这 六例 这个图已经画不出来 这就是 已经就是说 在指挥中心也已经认证 今天我们叫做 之前是讲社区 感染的边缘 今天我们已经正式认证 已经进入所谓 社区传播 社区感染的阶段 或者叫社区传播的一个阶段 已经是确定 也因为是 社区传播的阶段被确定 所以指挥中心 才会从我们之前的 这个疫情警戒 从一级跳升到二级 事实上我们的 疫情警戒是有分四级 所以现在只是在二级的阶段 可是呢 我们现在也要再观察是说 这个疫情能不能守得住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我们将来出现 一周里面 如果有三件以上的群聚 或者一天里面 有超过十件以上的 不明感染来源的本土 那时候可能又要往 第三级来跨境 所以现在是 还好是在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 起码现在就是说 在室内一百人 或者是户外五百人的 这个还是可以办 这样的一个活动 但是超过的部分 除非你要报CDC 同意你有完整的 这个防疫计划 你才能够去办 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我今天从今天呢 事实上我也不瞒大家讲 我觉得今天中午过后 整个台湾的这个上空 就民情啊 就弥漫了一股 不安的一个气氛 当然我想很多人 是因为看了股市 下沙会不安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惊觉到说 我们经过一年的防疫以后 怎么开始又出现 这六位不明原因的 这个感染的 这个病例的发生 而且大家怎么想 都想象不到 是在宜蘭这个 比较算纯樸的一个 乡下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是在台北新北 大家之前有一些足迹 或许还能够有一个连结性 可是在宜蘭这个地方是 大家怎么去思考 都想象不端 但是竟然已经出现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大家这样一个 不安的一个情绪之下 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 民众要做的事情 除了就是我们平常的 这个戴口罩勤洗手以外 就是我上次在节目上讲的 快打疫苗这件事情 请大家真的有八类 符合公费注射的 我真的要劝你们 赶快去施打疫苗 那从医院的观点来看 我也必须要讲 这一次呢 我们的这个1202 能够被发现出来 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从什么地方 他是因为他有自觉的 一些扑析症状 然后他到医院去就医 然后这个急诊的医生 非常什么 警觉的通报了 而且照了X光 发现不对 而被他抓 被他把这个感染的 感染者找出来 那另外呢 我要提到的是 印度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印度的这件事情 跟我们台湾 这次的这个本土的 这个案例 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关联 其实是有 它的联动性在哪里 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面对的 这六例不明的 本土的这个来源 现在基因定序 还没有出来 我现在就是很怕 是什么 它会不会是跟 华航诺夫特 是同样是属于 英国变种病毒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说 这个英国变种病毒 它的传播能力 是比上次布陶的 D614G的 这个美国变种病毒 还要强 美国的D614G 是比去年的原始株 还要强 换言之病毒 在不断的进化中 我们现在所面对 这个病毒的传播能力 跟去年同样时间的 那个病毒株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台湾去年 好像有护国神山 护国的一个 一个防护罩 怎么会很多人 在路上趴趴走 都没有造成 社区传播的一个状况 我要跟各位报告 现在这种幸运 可能今年 我们是没办法再看到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病毒株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传播能力 是比去年那个时候的 野生株要来的强大很多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次的整个群聚事件 包含在华航群聚事件 你们注意看 它的家庭里面 基本上跟它接触的 配偶 子女 几乎都确诊 都确诊 有八起的这个群聚的 对不对 包含诺富特工作里面的 环境里面 也都确诊 包含甚至接驳车司机 去接驳的也确诊 还有就是说 同事跟同事一起坐 同一台车子到什么 到公司去上班的 也确诊 另外包含今天这个 百家乐游泳场里面 也是一样 一个员工传给三个员工 外加一个 常常去打电动的这个常客 所以这个都是在一个 群聚里面 在过去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说 群聚事件里面的 这个感染率那么高 但是在这一次的 整个本土里面 以及诺富特的事件里面 我们确实看到 英国变种病毒 以及这个 它的传播能力 特别强的关系 也让这次 社区传播的这个疑虑 跟的风险程度 我们不能像去年一样 等先四支 个人猜测 可能在台湾市上 确实有 无症状感染者 是啪啪噪的 因为目前为止 确诊的足迹 其实涵盖的面积很广 今天已经拉到宜兰 第二个是 以这一次来讲 几个不明的案例 像卢州 像宜兰 那我们事实上 都很难追溯到源头了 那会不会事实上 以这一次全球的疫情 还在扩散影响 那境外一路的 这一个案例 也还在持续增加的状况 最终我们仍然守不住社区 我应该是讲说 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我们还是就是说 要把我们基本的 公卫的防疫措施 把它做好 包含就是说 从境外回来的 这个检疫的14天 这个一定要严管 那另外就是 华航为什么 这次要执行 对机师群组的 这个所谓2.0清零计划 某种程度 我认为 也是指挥中心 已经发现到说 这次的整个群聚的 感染的状况 跟过去已经不一样 如果不能釜底抽薪的 针对所有华航的机师 全面做一个筛检的话 可能这里面 有一些漏网至于 或我们不知道的 什么事情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思考 是说 事实上来讲 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 华航的这个群聚事件 里面有一些在 有一些活动的足迹 就是在台北跟新北 比如说卢州 有一些地方 这样在出没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社区里面 还有隐含 隐含着某一些人 他是属于症状不明显 那这种人 我们怎么样去能够 透过 这个医疗机构的 这种警觉 把它筛检出来 那我觉得这就是 医疗机构 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民众的部分 就是我刚才讲的 请洗手 戴口罩 快去打疫苗 就是这样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我们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在台湾今天的 这个指挥中心证实了 新增7例本土案例 那外界担心 这是不明社区感染 在逐步的扩大 因此呢 股市事实上 重挫逼近700点 那其实 成交量能爆出了 7000多亿的量能 那更麻烦的是 由于印度疫情的 全面失控 使得全球的供应链 现在更加的大乱 那在台湾本地 因为华航运能的影响 所以电子晶片 跟零组件的出口的货运 也可能受到冲击 我请教我现场 来自日本的四三学 事实上日本的疫情 也在恶化扩大 而日本内部 现在也正在讨论 到底今年的冬奥 要不要举办 对 其实最近 就是民意调查出入 然后现在就是 大概是59%的人 对这个举办奥运会 有负面的看法 所以确实是 现在呢 日本国内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么距离 冬奥举办 只有73天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一个 民意的一个反弹 确实是对政府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 头疼的一个事情 那么 现在确实是 这个整个疫情的 一个扩大之后 要不要办奥运 还是这个 国际奥会来决定 那么 国际奥会呢 本来是7月17号的时候 他的主席要访问日本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 日本出现这样的 一个紧急的状况 他就是改到 6月份的时候 再来日本访问 所以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时刻 那么日本呢 日本政府呢 之前的做法 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让这个 地方政府来 施打疫苗 所以现在就是 施打疫苗 是对日本来说 控制整个疫情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 所以日本政府呢 现在也扮演了 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那比如说 最近 尤其是 这个月的 5月24号开始呢 日本的自卫队 来开设 两地的一个 这个 施打疫苗的中心 这个会场 那么一个是东京 另外一个是大阪 那规模是 总共是 15000人 每天就是 施打15000人的 这个规模 那么 由自卫队来主导 这样的一个 这个规模的 一个施打中心 施打疫苗的中心 我想这个也是 日本政府 现在要积极改变 现在局势的一个做法 那我请教 现场的韦杰 刚讲到台湾这一次 疫情的扩大 造成了今天 台北股市的卖压 相当沉重 没有错 我想今天台北股市 又爆出了一次 历史的新天量 来到7148亿 下跌盘中 将近快700点 那当然最终 还是跌破了 季线的一个大关 那么今天的外资 是卖超了 423亿这么多 那所以就等于是 从今年以来 外资都是站在卖房 那这个是 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么也不是只有 台北股市 这一股 这个下跌的恐慌气氛 其实有蔓延到 这个国际市场上面 我们看到在亚洲 股市的部分 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全面性的下跌 那除了中国大陆 他们有他们 自己的节奏 今天上证指数 是上涨了 大概0.8个百分点 那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步调 因为他们已经是 领先全球股市 先跌到年限 所以当然来说 他们会有一些 反弹的一个状况 不过呢 他们在资金紧缩的部分 是有去杠杆化的 一个效果 那其他的 包含像是在日经 南韩指数 其实都跌超过一个百分点 日经二五指数 更是重挫了 900点以上 那么跌了三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在 整个雅股的部分 也都感受到了 在昨天晚上 美股下跌的一个压力 那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重挫 带量的长黑 K棒在高档 其实是一件 破坏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后续呢 在回档修正的行情里面 大家还是要 特别小心一下风险 那今天我们就看一下 最重要的几档个股 包含像是在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呢 是再一次的 下跌了三个百分点 那收在五百七 那么回探的是 这个四月份的一个低点 月季线下弯 而且出现死亡交叉 那么在联发科的部分呢 因为最近这两天 都有联发科相关的 一些利空消息 来做袭击 所以他今天是 跳空持续的跌破了季线 下跌了将近七个百分点 所以未来在 联发科的走势上面 也是面临到相对 比较大的一个考验了 那当然在联电的部分 也是同样的 联电是下跌了 六点六个百分点 那今天是跌破了 五十块钱的整数大关 那么同时跌破了月季线 那么当然这一次联电的下跌 其实跟这个 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重组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相关联性 不然像是Intel的一些 相关的积极帮各地去做 半导体供应链的 这个组件这件事情 是影响比较大一点点 那另外我们回过头来看 最近比较强的是在中刚 那中刚今天是有点开高走低 最终还是下跌了 六点六个百分点 可是盘中的震荡 是非常的剧烈 来到今天快十四个百分点 回撤的是五日线的一个支撑 另外在华兴立华的 一个走势上面 也特别做关注 因为最近国际的铜价 是持续不断的 在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我们发现 华兴立华的股价 今天除了下跌九个百分点 跌破五日线之外 它的股价 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再创新高 换言之 它是没有跟上国际铜价 报价上涨的一个走势的 另外我们看到 在星光刚的走势 今天是盘中一度打到跌停板 那么最终还是跌了 九点九个百分点 那也是跌破五日线 另外我们看到在长荣的部分 那长荣在昨天公布了 这个四月份营收之后 今天还是勉强的收红 两个百分点 盘中震荡高达十一个百分点 而且今天爆出了 八十二万张的一个天量 勉强完成了三位数的一个目标 在盘中 阳明呢 今天也是开高走低 小跌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盘中震荡高达十四个百分点 今天也是爆出了五十四万张的一个量 万海的部分 这个星星的部分是这样 它是散装行 那同样是开高走低 那中间的盘中震荡 是超过十四个百分点 那最近的这个散装行的 这个报价 其实是有一点点停滞不浅 所以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过去在台北股市盘面上 最强势的其实是在受选双雄 我们看到国泰金今天是有一点点开高走低 小跌了将近快三个百分点 但是它在盘中也创下了九年的新高 而富邦金开高走低 小跌了两个百分点左右 早盘的时候是创下了二十年的一个新高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金融股跟这个传统产业 大概都还是相对比较大盘 强势的一些类股族群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 资金的流动基本上是看新台币的一个汇率 那在昨天的部分是有升值的一个发展 那么新台币就目前看起来 到昨天为止是升值了三个百分点 那外资呢 到我昨天统计为止 在今年以来是 这个升值以来 3月26号升值以来是买了460亿 可是今天一次把它卖光 所以今天外资从今年以来 外资是站在卖方 而且它总共到目前为止 今年以来卖了3000亿以上的一个台北股市 那我们看到在台积电4月份的营收 它是出现了月减13个百分点 那法人认为第二季左右 会有出现先蹲后跳的一个状况 第二季整体的进营运的目标 还是可以达标 所以其实后续在5奈米的推进之下 还是有一些利多可以去做观察 另外呢 在这个联发科4月份的营收的部分 也是出现了月减9%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除了最近我们谈到这个利空外资调降 这个联发科的一个评价之外 郭敏奇也调降了这个联发科的一个看法 那么现在呢 因为随着整个华航的疫情的扩大 也冲击到了整个晶片的一个出口的状况 所以看起来今天联发科的跌势 是有比较明显的扩大的一个态势 那么当然在最近的联发科的一些法说会 上面我们看到 他给股东的一些报告书当中 特别提到去年的研发费用是创下了新高 而当然在研发费用创下新高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这个联发科的股价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另外呢就是他在这个Wi-Fi期的部分 已经开始进入研发 那么预估呢到今年年底呢 有可能会跟这个Intel去进行合作 把这个手机的部分去推进到NB的一些 相关的消费型电子产业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郭敏奇的一些 相关的看法上面 他最重要的是看联发科跟高通 他认为5G的这个单晶片的业务成长 最快速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同时认为联发科跟高通 在接下来的股价 因为已经充分反映他的一个成长 所以他的股价应该是只有下跌的一个风险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合硕4月份的营收 是有微幅度的回温 不过第二季虽然说有三大产品的一个出货成长 但是就目前看起来 他只是回温并没有出现回升的一个现象 包含像是iPhone 12 mini 它的销售不如预期也打击到了合硕的一个表现 再来就是环球晶在4月份的一个表现 它4月份角出了将近快50亿的一个营收的动能 那接下来的产能基本上是蛮载的 那有可能是足迹走扬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对于整个各尺寸的一个产能 包含6寸8寸到12寸 全部的产能都是满的 所以后续可以观察一下它的一个营收状况 台达电的部分4月份营收是来到264亿 而前4月份的这个累积的营收呢 年增率是来到了25%以上 未来持续看好电动车 因为他们的电动车订单的能见度 是来到两年到三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再来就看到中刚 中刚4月份营收 果然是跟市场上预估的一样 4月份营收年增率高达45% 但是后续大家观察的地方 是这一次的整个原物料的行情 它有可能除了是建立在 这个全球的基础建设的需求之外 另外热钱的这个流窜 跟这个找到这些相关原物料的 低基期的一个投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另外6月份的盘价是有机会在涨 所以中刚的股价都还算是相对强势 在我们看到是长龙在昨天公布了 4月份营收月减13% 但是年增率还是高达95% 只是说它卡船停翻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它未来营收的一个状况 阳明的部分呢 4月份营收月增率3% 年增率还是高达100%以上 前4月份的年增率高达85% 那市值也迈进了前26大 今天的股价表现还是相对强 再来我们看到在国泰金的一个表现 前4月份呢 前4月份的这个单月 或者是累计的一些相关的营收 达到了一个双贯网的一个标准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国泰金的股价 是持续的往10年前的一个高点去做挑战 那未来的部分因为美债利率的增加 跟这个避险的经常性收益的推升 后续的这个获利的状况 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增加 那富邦金的部分也是一样 它是国内的获利网 EPS前4月份大概就是6.25元 所以它的股价呢 是这个所有金控股里面最高最强的 那再来就是看到在国内的相关的 太阳能跟网通产业里面 受到双缺的影响冲击非常的大 也就是缺料跟缺柜 那缺料的部分当然是跟这个进口啊 或者是一些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是有相关联系 所以导致于 不管是网通业相关的产品制程啊 包含像是在最近的运输成本比较高 而且他们都同时发生了一件问题 就是他现在没有办法 可以转嫁给下游的客户 过去我们说 其实在成本上升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能够转嫁给下游的客户 都是OK 但现在目前下游的客户 都不接受转嫁成本的一个现象 那就会导致于整个需求开始下滑 然后库存会开始增加 而现在这样的现象 除了太阳能跟网通之外呢 有可能会持续的蔓延到 全部的电子零组件的 一个相关的产业当中 所以后续大家特别观察的是 需求下滑所带来的 库存升高的风险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台股今天巨量 长黑中场重挫670多点的同时 爆出了7000多亿的历史天亮 然而受到影响 当然一方面是 昨天美国股市重挫 特别是科技股指标股相当多的标的 已经回挡修正两成 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内部担心通膨升息跟加税 然后呢 另外一个影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的变数 是疫情的发展 特别是不明的社区感染的案例 是否有冲击跟扩大 同一时间台海的局势呢 也牵动着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 以今天华街日报来讲 华街日报直接专闻报道 他说呢 WHA拒绝台湾 形同在打脸拜登 好 明杰刚刚看到的是 蔡英文总统的公开谈话 确实台海的局势 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 对 其实我们最近观察 就是说 台湾的本身疫情 又升温的情况之下 如果按照去年的一个过往的前见 这个北京非常有可能 又介意来这个乱台 所以这个部分的确 我们自己要这个冷静来应变 那特别是昨天国防部也证实 我们的这个情知 发现这个解放军的山东舰 本来在这个海南岛出海 前一阵子进行第十次的海事 那现在掌握到说 非常有可能会开始北返 那特别是他附近也发现 有三艘的护卫舰 那本来没有补给舰 后来到昨天发现说 一艘补给舰也追上 那非常有可能就是准备要从这一个南海 要返回他的母港 那北返过程中到底 接下来几天会这个取到台海 或者是说他会出岛链 目前不得知 不过从过去来讲 山东舰先前其实已经有两次 南下的一个记录 2019年12月跟2020年的12月 都是年底的时候 南下都是取到台海 那上一次2019年北返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也还是走台海 那当然都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的 完全的形成的一个战略情况之下 他不会轻易这个出岛链 因为他还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这个远航的能力 那这一次经过第十次的海事之后 是不是已经具备能力 让他能够走出岛链 这就是接下来要观察的重点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发现 美军也持续密切在关注 所以这两天 美机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出现的频率跟价次也相对提升 我们看到昨天5月10号来讲 他一天至少出动三价次 这有公开的RCE35W加P8A的反潜机 另外有一架KCE35T的加油机 那今天同样的一个规模 今天也出动了MQ4C的无人机 那还有P8A反潜机 加上一架KCE35R的加油机 那这些看到他的一个相关航路 应该都在从空中去密切掌控 这些非常有可能是在看山东舰 他未来的一个动向 那这一次山东舰北返 不管取到台海也好 或者是这一个出岛链也好 会不会发生像上个月四月份 辽宁舰 那一路这一个出岛链过程中 美国军舰近距离的一个紧盯的状况 也是接下来外界关切的一个重点 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外 我们看到中国这两天 还有一个非常也算异常的一个动作 也被发现说 他从深圳有两架民用的一个直升机 我们看到他的相关数据 应该是S92A 这种赛考斯机的民用直升机 加上这一个空中巴士的H225的直升机 非常少见的从深圳出海 而且飞的一个空域跟航路 就是到我们这台湾东沙以西的这个空域 那为什么用民用的直升机飞这个航路 当然不能排除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他不只是海上的利用小蓝人 这样的一个海警渔船进行骚扰之外 有可能空中的他除了军用的 连民用的直升机他也开始出没 所以这个部分也必须要密切观察 那在南海的部分其实还非常特殊的 就是说我们先能看到 其实各国已经在南海 非常多的一个海上的军舰 都在南海进行自由航行也好 或相关演讯也好 现在欧洲的另外一个国家 荷兰也准备 也这个公开宣布说 他有一艘这个爱佛申号的一个巡防舰 也要准备陪同这一个 随同这一个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 号航母打击群要进入南海巡弋 所以我们看到数一数非常多的 这个国家先前美日英澳 加上这一个英国法国甚至德国 现在还有澳洲 那同时连荷兰都进来 可能都不止八国联军 那这么多的动作 其实你会反映到这个在南海部分 其实一路牵动到台海跟东海 东海的部分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 安信夫今天早上宣布 说本来我们知道说 这一个本来日美法三国 首度要在日本的九州 进行像这一个 包含像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 属于机动团 其实就是属于陆战队 那等于说美军的陆战第三师 那法国的陆军要进行一项 陆上的联合军演 今天上午突然加码 宣布说连澳洲都要加入 在东海的一个 除了这个美日法 现在加上一个澳 变成美日法澳 四国的一个海上联合军演 这在过去来讲也是首件 那特别是这个澳洲先前 这一艘应该是叫 这一个帕拉玛他号 他先前其实已经在南海 巡弋一段时间 那没想到这几天 他非常有可能 不管是穿越台海也好 或者是取东面水道也好 都已经到达日本的 佐世堡军港 那这一个演习的时间 从今天5月11号开始 一直要到5月17号 长达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看到时间上非常巧合 碰巧东舰要北返 这北返的过程中 不管他是走台湾海峡也好 或者是走台湾东面 出岛链也好 都非常有可能 在进入到东海的时候 其实就遭遇到这个美日发澳 四国的海上联合军演 双方会不会正面遭遇 不得而知 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其实已经显现出来 非常明确就是 以美国为首 美日为首的多国联军 海上联军 可能未来就会在南海 在东海 甚至不排除在台海 都会出现联合军演的情况之下 这个共同来对抗 中国的一个威胁 那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一艘 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舰艇 也受到外界的瞩目 就075的两栖突击舰 近期不断的在南海 也在出海做测试 那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 特别强调说 他的一个当初这一个 对他命名除了海南号之外 他的玄号三腰 这一个数字 这一个也背后一函 就是他其实是等同于 这个解放军航母规格的 一个准航母 因为特别是这个辽宁号是16号 玄号16 那三东舰是17 那都是双位数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 这个当然外界先前认为说 075非常有可能 未来是不是投入台海 再作为攻台两栖 登陆作战之用 不过这个据南华早报引述 可能不具名的解放军 内部的消息是说 075现在的战力 其实恐怕还没办法形成 特别是上面的舰载直升机 那甚至有讯息说 他还在寻求跟俄罗斯要采购 包含像这一个卡三一等 这些舰载直升机 不过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非常微妙 是说先前中国央视 在曝光075的海上的演训的过程中 还特别说 075已经满载舰载直升机 那上面当然可以满载 直八直九直二十 不过中国内部军方的消息 却说这些直升机 其实都是隶属解放军 不管是空军或陆军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又在观察说 这是不是又是大外宣的一环 那这样的动作 当然我认为整篇的一个论述 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汉河杂志 总编辑这平可夫讲的一个部分 我是相对认为可信度较高 就是说075第一个 它数量只有三艘 第二个 它的一个满载四万顿 这样旁边大物 这个进入台海也好 从台湾东面 要来袭击台湾也好 其实非常容易成为台湾 不管雄二或雄三 超音速反舰飞弹的一个攻击目标 那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载台 它的设计跟传统的一个军阶 不太一样 内部的水密隔舱其实不多 因为它要搭载大量的 陆战队的装备跟人员 所以非常容易集成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它的一个论点是认为说 其实这三艘075 未来非常有可能 是在台海作战的一个末期使用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解放军 它能够登陆台湾滩头之后 能够掌控台湾港口的情况之下 这几艘075才有可能渡过台海 靠港进行行政下线 运送来所谓重装备跟火炮 那这个反映到先前上个星期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有这个 秘密的偷渡客穿越台海 然后直取台中港 其实背后就非常有可能是在做 占领台中港这样的一个特工任务 好那我请教一下于将军 刚刚讲到 事实上北京对台的这一个认知作战当中 特别是以国军内部来讲 这里头内部的作战的这一个 发挥战场的优势 跟内部作战的这一个战略 也必须面对北京全方位的这一个布局 对我想国防部最近提出重大的这个改革 这个特别是军团改制的议题 我想这时间点就是正式时候 因为首先我们了解就是说 在外部上这个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呢 他进行一连串的军事改革 那特别是七大战区变成五大战区 那组织成绩扁平化之后 他的这个兵力的投射 未来会非常的快速 那另外说 共军正在进行的就是 脖子以上的这个 这个转型发展 那包括就是说 先是训练准则的制定 联合战力的提升 还有往实战化演训 等军事现代化的这个旗程迈进 这对我们国军的战力的威胁 是将来会以日俱增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国军本身的能力也正在强化 尤其是在演技军准打击方面的能力 跟当我们的选项趋于多元化 所以这个以军团这种 作战思维大陆军的编制 手势作战的这种编组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适应未来战争的这个需求 那所以现在转为 以战区为主的这种 结合海空军战力 同时能够攻所兼备 用兵的这个弹性将更为灵活 这能够有效地去反制 共军未来对我们的威胁 那军团改为这个战区之后 这个可以落实我们三军的联合作战 同时指挥官由不同的军种担任 可以秉除军种主义 那另外可以往国防军的概念发展 尤其未来战争是去中心化的这种发展趋势 战区调整可以整合国军三位一体的这个作战能力 这个对我们强化跨区增援 发挥内线作战的优点形成局部优势 是有非常大的主意 那这个最近这个外交家杂志 也指出共军改革的最大弱点 就在于尽管他的武器装备非常的新 但是他的人员操作经验能力素养都不足 尤其零合作战实战军业缺乏 那这个是共军整体战力最大的致命上 特别他也指出就是说 中共长期一台化政策 所以他官兵的这个决战意志强弱 事实上外界都存疑 这也就难怪习近平在二月份的时候 要大声的要求 这个共军要强化他的零合作战能力 还有他的这个实战演练的这个力度跟强度 那我们从最近啊 这个共军所这个释放的这一些训练 多军种零合作战的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 他都是在连排起乘起 所以合理的怀疑就是说 他在联兵以上的这个零合作战的能力 显现是不足的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国军必须要料理从宽 毕竟就是说武装斗争 只是中共他对台斗争两手策略之一 那令我们更防不胜防的就是所谓的 统一战线或是认知作战 那中央社昨天的报导也特别点出 其实中共认知作战就是要入导入户入心入脑 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他目前来讲他就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假讯息影响力的 恶性影响力的一个这个渗透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未来随着习近平他武统的这个急迫选增强 那中共一定会对台湾加强武装斗争的准备的同时 在媒体上的认知作战的这个加剧 也一定是同时的进行 以达到他这个以战逼降的目的 那昨天在立法院我们国防部国安局 刚好也都针对未来共军的威胁特别强调 就是加强军事的同时就是认知作战一并 希望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以对我们国人来讲我们的反制之道 第一首先要务就是要巩固侵防 那另外就是要争取跟美国 还有我们印太盟邦大家共同合作 来对抗中共这个新形式的这种威胁手段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印度的疫情还在恶化 那使得全球的疫情事实上追回合的扩散 那金融市场高度戒备 包含了台湾本土的不明社区感染案例 都引发投资人这一个心中的担忧 那台股今天慢压承重 跌了600多点爆出7000多亿的天量 同一时间在台湾 5月份到底指挥中心说的 莫德纳的疫苗会不会到 外界也还在引颈期盼 但是这两天AZ疫苗的施打 确实这个人数持续的上升 然而是从外界也关心 WHA这一次又拒绝台湾 那外界关心评断 这是在打脸拜登 没错 事实上在这个G7的这个会议里面 甚至在近期的时候 各国都表态说要让台湾参加 所谓的WHA 但是无奈 这个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 最新的这个消息里面来说的话 这一次的这个WHA里面来说的话 还是婉拒让台湾参加 那尤其是在这一期的 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 这是拜登政府的一大难堪 因为华尔街日报在5月10号发表 台湾与世卫 中国希望这座抗议成功的导国 被排除在外一个文章里面来说 就是说因为拜登一直希望 能够让台湾加入WHA 所以如果能够让台湾加入WHA的时候 这可以算是外交场合上面的一个 一个胜利 那尤其是说他台湾在这一 他说在上个礼拜之前 那死亡人数是12个人 而且连续8个月没有本土案例 虽然说现在已经 已经破了 但是他说台湾还是在这个 疫情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如果全世界拒绝台湾 那会是全世界的一个损失 但是无奈 这一次WHA还是不为所动 所以他们下的决定是说 这个拜登政府 上台之后 首度与北京在大型国际会议场合 为台湾问题较劲 结果美国显然是输了这一个回合 好那因为输了这一回合的时候 显然就是让人家知道说 中国这几年在国际会议 国际场合上面 把持那么多国际组织的确对美国 或说对台湾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好那除了这个国际组织上面的问题之外 最近期来说的话 都有很多杂志都不约而同的提出 台湾是最危险的这个地方 包括5月1号的经济学人 包括4月12号的澳洲的这个 前国防部的这个部长 那包括说像这个 之前的这个亚太司令的这个Davidson 那刚卸任的Davidson 也都说中国有可能在6年之内会打台湾 那事实上根据目前很多人的说法是说 为什么习近平想要打台湾的这个意图 越来越多呢 第一个因为明年紧接的登场 就是中国大陆的20大 那20大他要连任成功的时候 台湾一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绩 如果他能够顺利的拿下台湾 他们形容是说这是盖世功勋 所以他可以获得终身制 他所想要的政治 除了明年的这个国家主席连任的话 总书记党内的位置 或者说常委的安排 他可能都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在他认为里面来说 会不会这几年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实力最接近 甚至美军跟共军实力最接近 甚至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 之前的疫情的影响 他认为或许这个时候 有可能会孤注一指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还要持续看 在20大之前 我觉得台海的局势呢 可能还是不容易能够降温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请教这个四三学 也因为台海的局势紧张 所以美日的军事合作也有三部曲 美军新的印太司令 事实上也准备即将访问日本 是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近 自卫队高层和这个印太司令的 会面的这个交流 他的那个会面的次数明显的提高 明显的平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月11号的时候 前任戴维森旁边的日本 那4月30号的时候 现任的这个阿基里诺 就任仪式上我们的这个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 也就是说自卫队的首长 派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进行会面 所以可见呢 就是自卫队高层跟印太司令之间的 这个交流越来越频繁 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说 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期待越来越高涨 那么包含了上次的这个美日之间的 这个联合声明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除了中国的频繁的动作之外呢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日本国内的一个 或者是日本政府的态度的转变 也就是说安倍晋三推动的 这个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 包括这个 他那个时候成立日本版的这个国安会 还有这个保密法 那更重要的应该可以说是这个 2015年通过的这个集体自卫权的这个安保法 那么通过这个安保法之后 美日的同盟关系 之前是片面的 是美国就是保护日本 那现在是日本也是扮演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所以就变成了非常双面的一个 就是合作的一个趋势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法制之后呢 我们现在日本跟美国之间 当然需要 因为这个是新的制度 所以我们如何来应对 包括这个台海在内 其他这些周边事态如何来应应 这个确实是我们美日之间进行磋商 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那么同时呢 我想就是现在日本国民 也是支撑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之前安保法刚刚成立的时候呢 确实是日本国民就开始有担忧 那么当时的民调显示 58%的人抱有一种负面的态度 那最近最新的民调查显示 正面的这个态度的人 其实已经提高到47% 压到这个负面影响的41% 所以确实是日本国内也开始了转变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中时观众跟粉丝 朋友掃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看台股今天重挫跌了600多点 爆出7000多亿的天量 主要的原因包含了美股的重挫 这一波美国通膨升息加税压力 这个卖压集中在大型科技股 那大型科技股的大幅修正 使得去年 这个称之为女股神的手上相关ETF 遭受到全面重挫 以今年来讲 平均的跌幅都超过三成 同时拜登直接公开说 如果不去找工作的话 将来都可能失去这个失业救助金 那在北京方面 李克强也出来讲话 李克强说 中国的就业目标很难达成 美中的这个掌权高官 对于就业市场都感到高度戒备的同时 中南海的追杀令杀了阿里 杀了腾讯之后 今天传出来杀美团 那为什么杀美团呢 因为美团的这一个创办人 事实上写了一个 嘲讽中南海习近平权力核心的唐诗 那同时呢遭受到这一个追杀的过程当中 股价大钱 这一回合美团的市值已经蒸发了4000多亿 那在网路上还流传着马云的新画面 那他这一个新曝光的画面 头发白了 皱纹增加了 美中事实上全面的竞争 不仅在经济之争 事实上在军事的部分 美军持续的加大力道 秀肌肉 最新的肌肉说 F-35已经变成空军的这一个第二大舰队战力 已经高达283架 而同时呢 在日本媒体的部分 今天追踪 解密了当年冷战时期 美军在冲绳的核弹布局跟训练 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 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好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透视中国研究员 同时是台大政治系统教授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科技公司执行长林一静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温伟杰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骨干爹兄 大家好 再来是文杰 大家好 再来是王世聪 大家好 好 世聪 台股的股民今天心情都不好 大盘跌了600多点 爆出了7000多亿的天量 但是主要的原因 开盘开低的卖压就来自美国 美国事实上这一回合通膨的压力 不断增加的同时 原物料股相对强劲 但是主流科技股 事实上是这一波领跌修正的族群 没错 事实上今天台股大跌 当然除了原因是因为 我们台湾本土的疫情大爆发之外 另外还有原因就是因为其实 美国科技股在这一波的走势是相对比较弱势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道琼指数这几天还在创新高 但是美国科技股其实已经回落了一段时间 其中这个费城半导体又比纳斯达克更弱 因为费城半导体大概回到 如果我们用对应来说的话 他们已经回到了约末是半年线左右的位置 其实是相对比较弱的 台股是在季线左右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说 其实美国的科技股是比台湾弱一些些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看到几个跟台湾比较重点相关的 包括说像这个苹果公司或是特斯拉 其实最近的股价也都表现得并不是太好 所以导致了这个今年以来一直被追捧的这个女股神伍德 他最近的他的ETF的股价也是大幅的这个下跌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科技股领跌 主要原因是有几个 第一个因为全世界的疫情上升之后 不可会言的某些科技产品的这个需求受到了影响 包括说像我们在印度目前的疫情在大爆发之中 包括说像巴西 今天的财经新闻说印度的iPhone产能要腰战 是没错那不只是iPhone产能腰战 需求也会大幅的下滑 另外一个包括说像中国今年的5G的 似乎也卖得不太动 所以一直在讲说会有这个所谓的库存过高 现在似乎是在科技股上面这个压力是慢慢浮现 所以你看科技股最近都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回答 所以这个科技股的需求是出了一个问题 再来就是通膨的压力 我们看到最近的很多原物料都大涨 包括说前一阵子的同价刚创的这个新高 包括说像把金也创的新高 包括说像黄小玉这些原物料 甚至是这个棉花铁矿砂 所有价格都在上涨之后 带来一个叫做通膨的压力 那美国的确目前来说的话 像前一阵子叶伦才说 这个经济似乎是有通膨压力 是不是要升息等等 所以引爆了整个市场的这个状况 另外就是升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通膨压力上升之后 会不会伴随而来的提早升息的这个状况 因为美国连准会在这一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至少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了 大概3.6到3.8兆美金的这个之多 包括说美国又要这么大的这个基建下去 钱满天飞 是不是有可能会提前升息 另外一个就是拜登的这个加税 加税可能会导致这个人民的这个消费力道往下墜 那好 这个是构成的目前 而且加税的主要对象 矛头也指向这些大型科技股 因为他们的获利相对来讲 全球获利最高 对 所以会导致说整个这个科技股 似乎是在上档的估值 会面临到一个比较大压力 摆在眼前的 因为失业究竟太高不想工作 另外一个通膨的压力 甚至升息的压力 加税的压力 所以导致美股在这个地方 甚至会带领的全球股市 搞不好会有一个修正的可能性 好 那我觉得事实上通膨的压力 确实这几天这个笼罩在 美国的金融市场上面 没有错 我想其实最近 大家比较担心 就是通膨到底会不会成正 那我想这个是 大家比较担心说 通膨一旦成正会不会提前升息 不过一般来说 按照美国过去的惯例 升息跟通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我想其实先跟大家更新一下 几个状况 就是说现在目前加拿大的央行 在四月底已经开始进行 缩减QE购债计划 英国央行在上个礼拜 缩减QE的购债计划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加拿大是 这个英国的领先指标 那英国呢是FED的风向球 因此大家就在猜 八月份的FED 会不会开始进行 缩减购债计划 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呢 开始蔓延在整个美国的市场当中 那过去呢 只要一旦要进行缩减QE 那资金流一旦开始缩减 对于这些过去 估值比较高的科技产业 就会面临到首先的冲击 所以我们看到 在昨天晚上的 费城报道题指数呢 是中错了4.6个百分点 过去这5个交易的 是跌了3.45个百分点 所以在昨天的费城报道题指数当中 是一次性的跌破了 月线跟季线的一个状况 那创下4月份以来的 一个新低点 那我们看到这一张 是这个标普500的 这个成分股的一个表现状况 红色的是下跌 绿色的是上涨 那如果把中间 从对角线剖开来看 上方其实基本上都是科技股 下方都是非科技股 所以今天有看到红色的板块 比较大代表占全值比较重 包含像是在苹果 微软 Google 脸书跟亚马逊 其实在昨天晚上跌幅都将近 两个百分点到三个百分点 那在这个微软旁边的 这个一小框的地方呢 就是半导体产业 那也就是费城半导体 非常重要的一个全资股的区间 昨天也都普遍性跌了超过 三到四个百分点 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 在这个美国的一些 相关比较重要的全资股的表现 苹果的部分 在这个一个礼拜的 这个表现当中 其实是下跌了 三点三个百分点 然后在昨天是下跌 二点六个百分点 跌破了月季线 那么亚马逊的部分 是跌了五点七八个百分点 一样也是跌破了 月季线的一个大关 高通的部分呢 昨天是重挫的部分 那已经下跌了 六点一七个百分点 所以大家可以特别留意到 在高科技产业的 这个晶片这个类别当中 AMD呢是下跌了 三点二五个百分点 从整个长线来做观察 AMD是已经跌破年线 季线下弯 而且呈现中空的一个发展 那Intel呢 在最近也开始下跌 一点六个百分点 那另外呢 在台积电ADR呢 也是下跌了三点一三个百分点 那另外呢 在联电ADR是跌了 三个百分点以上 最后发现到 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 似乎没有像过去市场上 预估的这么样的强劲 好像在最近 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一个 疫情扩散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其实在整个 晶片短缺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它会出现 为了要足量的订单 会出现重复下单 那现在就比较担心的是 重复下单的风险会开始增加 所以美国跟台湾的科技股 都面对一个沉重的修正压力 刚刚讲到的是美国大型股 在台湾这一波领跌的 也包含了联发科 联电台积电 没错 所以这一次的 在整个晶片重复下单的过程当中 因为疫情的产生 那刚刚施东哥特别提到 需求下滑 手机又卖不动 那就会造成库存的压力增加 尤其是现在 从今年以来 其实全球对于 整个库存的水位的定位 其实是有新的解释 他们认为说 库存所谓的普遍是比一般来的高 两层到三层 其实是正常水位 因为我怕没有货 可以制造产品出货 所以我就把库存水位拉高 可是一旦你发现到下游 第一件事情 你的需求开始下滑 然后东西开始卖不动 或者是到了终端客户的 这个需求的部分 你的价格 你的成本上涨 没有办法转嫁到 下游的终端需求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整个产品开始出现了停滞的发展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 在原物料的部分 美钢其实在昨天晚上 美国钢铁的部分 昨天晚上下跌了1.44个百分点 当然它还是在多头格局当中 但是它昨天是出现了一个 开高走低带场上影线的一个状况 那跟今天的中钢表现 其实是差不多 那保钢的部分 在过去这几个交易 是只有涨了0.4个百分点 同样它在这一波的上涨里面 虽然它目前还是维持在 季线之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在中国政策的打压之下 开始进入到比较偏弱势的一个格局 那么韩国的普相钢铁 在最近这几个交易当中 是上涨0.6一个百分点 那今天的盘中 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 那么在日本制铁的部分 同样今天虽然看起来 是比较强势一些 上涨了两个百分点以上 不过在整个国际的原物料商品 在昨天晚上 其实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昨天在全球的原物料爆架上面 都出现了普遍性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拉回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也影响到今天台北股市 在中钢的一个走势 出现了带长上引线的一个发展 而新光钢也是相对比较偏弱 那么原物料的走弱 其实相当程度也会影响到 航运类股的一些相关表现 我们看到国际大厂的 这个航运公司马斯基 那在昨天的股价是上涨2.9 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到尾盘慢慢开始出现 有一些些卖压出现 那日本游船的部分呢 今天是上涨了一个百分点左右 但是呢 在盘中的部分 也是相对的比较偏震荡 那么山井的部分也是一样 今天反而是出现 开高走低的一个发展 那么国内的这个航运类股呢 长荣 今天的表现就是开高走低 比较偏弱 阳明也是开高走低 比较偏弱势的 那所以呢 在整个散装航运 也是偏弱势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到 从原物料的族群开始呢 似乎开始出现需求开始出现下滑 然后热钱开始出现 泡沫破裂的一个状况 因此呢 在国内相关的原物料 跟含运的类股当中 有出现一些热钱太多 而开始出现泡沫破裂的一个疑虑了 好 那我请教一下熊 刚刚讲到美国的金融市场 担心通膨 那事实上 这几天我们追踪 巴西的央行 今年已经升息两次了 那全球的新兴市场 包括亚洲的新兴市场 挡不挡得住升息跟通膨 这背后就有很大挑战了 是 我们如果看那个今天的话 今天的那个亚洲股市的话 其实因为昨天主要 美国那个卖压是从科技股来的 所以今天跟科技股比较相关的 也都表现得比较不好 那台湾表现得更不好 是因为我们有科技股 加上本土疫情 那如果我们看美国股会市的话 其实今年 今年就是道琼还是 就自从破了三万点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头了 今年还是上涨了13.5% 那纳斯达克就完全相反 就是一万四千点永远破不了 每次破到就要回头 现在今年只上涨了4% 那就是也是回到 刚刚大家之前讲的嘛 今年是因为实体经济的重开 所以资金轮动 从成长股轮到价值股 那我们如果看美元指数呢 美元指数因为去年已经因为QE的原因超跌了啦 那今年其实有一波殖利率往上的时候 美元指数是一起反弹的 但是后来当林准会把大家 那个升息的冷水交到大家头上以后 美元继续回落 但是今年就大概是没有动的状况 那中国的股市的话 中国股市其实过去三个月就比较 比较没有动 在一个区间震荡 大家也比较少讨论 那但是呢 国际金融协会说 4月其实中国外资购买 流入中国股市 其实有135亿美金的 只是你光看价钱 其实看不出来 那至于会市的话 其实人民币今年是亚洲相对强势的一个货币 因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话 就表示我们这些出口国家 像中国跟台湾出口都非常旺盛 4月的中国出口 其实年增率是32% 那我们如果再看台湾 台湾在今天发生疫情之前 其实是亚洲表现 几乎是世界主要 主要金融市场表现最好的股市啦 涨了17% 那台币也是亚洲货币里面相对强势的 因为台湾的4月出口也增加了38% 那韩国呢身为就是身为这些科技中心出口国 其实韩国的韩国股市的表现也是在前段班的 但是就今年上涨了13% 但是韩元的表现就是相对弱势 因为韩元今年有一个资本流出的故事 就是不只是外资在卖韩国的股票跟台湾一样 韩国的散户不断的在买美股 所以造成了韩元的相对弱势 那香港的话呢 香港其实今年就是中段班啦 加5%其实没有什么人在意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股市不好 香港其实在港国的ETF 也有净流出的问题 那新加坡的股市呢 也是前段班 今年上涨11点多% 南亚其实从4月开始就比较多疫情了 在新加坡有张仪机场啊 成都生医院的群聚事件 但是我们发现在南亚就是 目前疫情其实没有影响到股市太多 那印度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印度疫情非常严重 其实之前外汇大跌了一波 但是你看印度的股市 NIFTY指数其实没有什么动啊 今年就是大概就是 在过去三个月 就是在大概涨7%左右 在那边徘徊 那越南股市呢 其实越南4月27号 也开始有本土疫情了 但是就像其他地方一样 南亚有本土疫情的地方 通常它股市都还是在高点徘徊 并没有太大的修正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全球金融市场笼罩在通膨升息 跟加税的阴满压力之下 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 照班农的说法 他认为习近平将会是 中国最后的皇帝 那我请教明老师 习近平本身 这一个未来还有一个 二十大的挑战 怎么观察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明年2022年 大概到9月到10月之间 按照中共的时间排程 应该召开二十大 那么照原他的规定 习近平到了二十大 应该交班 但是到时候会不会下台 到现在为止 一直是有争议 大家说明年才来 那你们现在开始谈这题目 不会太早 不会太早 就像我们过去说的 中共过去每一次 出现这种重大的权力的安排 或变动的时候 通常一两年前 就开始激烈交锋了 那我们现在在中共的一些官媒上面 也看到类似现象 比如说现在是5月将近中旬了 在5月1号的时候 中共的一个官媒 叫求是杂志 求是杂志 基本上是给党员看的 但是外人当然也可以看 也代表了党中央 对于组织跟理论的重大问题的 一些安排 一些讯号的一个场所 在求是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 那标题叫做 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事关党的兴衰成败 副标题叫什么呢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体会 发表文章是什么人呢 是政协的一个副主席 同时兼党组副书记的一个人 叫做张庆黎 那么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不算太短 然后很多次引用了 习近平本人的语言跟毛泽东的语言 特别强调什么问题呢 其实说穿了就是几句话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 党中央的核心地位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些话我们过去在节目上就讲过 我们说习近平上台以后 尤其在第二任特别强的这几句话 所以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 但是这篇文章出来呢 它并不只是炒冷饭 它讲了说除了我们要做这些事之外呢 它特别举了两个 它们大陆叫做反面教员 我们叫做负面案例 一个叫张国焘 一个叫王明 它说在中共的党的历史上面 就出现过像张国焘 王明这种呢 在军事方面 或者在政治方面出现的 要挟党中央 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的现象 所以这话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 因为中共过去呢 大家都晓得说古为尽用 每次在讲到今天什么时候 都讲到历史上的人物呢 那个历史的人物 一定有某个特征 跟今天的情况呢 是相吻合的 或者是可以对照的 好 他们怎么说的呢 他先说张国焘 1935年6月 中共被从江西输水打出来 然后在逃窜 他们叫长征 我们叫长逃的时候呢 红一方面军跟四方面军 最后呢 在甘肃附近会师了 会师的时候 大家对红军呢 往后动向了 就有了争议 毛泽东这批人呢 是希望说向北走 他最早想逃到新疆去 那边接近苏联 然后苏联可能可以保护他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张国焘觉得说呢 那我们的军队呢 其实还可以活下来 所以我们向南走呢 说明比较有机会 所以双方争执不下 那张国焘的当时兵力比较大 所以张国焘呢 就是说我们要这样让走 那后面细节我不说 最后张国焘就出逃 然后被我们带走了 那他引出这段话 例子就是说 中共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像这种叛徒 他因为军事实力强大 所以跟党中央去闹翻了 闹分裂 造成了党跟红军的分裂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案例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就讲到1937年了 1937年11月 那齐齐抗战已经开始之后 中共发布了这个 共赴国难宣言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呢 有一个人叫做王明 从苏联回来了 他在苏联受训嘛 受了这个共产党训练 回来之后呢 他以共产国际的 钦差大臣自居 然后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通常就是这句话啊 不尊重 不服从中央领导 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 正确主张的贯彻执行 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所以当中共说这话 我们常讲我们说是古为金用 他们讲的不是过去历史 讲的是今天呢 还有这种现象 所以他说 他引用了大量的毛泽东的话 跟这个习近平的话 他说延安时代呢 我们开展了整风运动 重要的目标就是反对中派主义啦 反对三头主义啦 反对小团体主义啦 反对不团结啦 什么等等 然后呢 用习近平的话来说 我们要坚决防止跟反对 个人主义 分散主义 自由主义 本位主义 好人主义 然后要坚决反对中派主义 圈子文化码头 文化坚决反对两面人 搞两面派 所以所有这些话呢 说明一件事情就是 党内有分裂的可能 所以叫高呼团结 中共习惯是这样啊 每次高呼团结的时候 我们反过来读就是 党内有了分裂 或有了分裂的迹象 所以我们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呢 第一呢 是我们讲说习近平可能要连任 你这边不是讲说 习近平可能要当习皇帝 正在二十大上 想继续连任吗 中共向来是这样 它非常注重舆论跟思想的引导 所以每次有什么重大事件以前呢 它会舆论先行 在思想上 在这个言论上先给你进行铺垫 那么这个就是铺垫的手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既然要铺垫了 你就讲铺垫了 那为什么讲说坏人呢 那比如说党内跟军内 有坏人在阻止习近平想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 习近平想连任 但他认为党内跟军内呢 有人反对他 他有担心 至于是谁呢 他现在还没有说 那中共过去有的时候会影射的很厉害的 像文革的时候呢 为了逗周恩来 就拍一些影片说 有一个人呢 手这个样子的 那人是谁呢 他没有讲是谁 周恩来摔下马过 手断过 然后就弄这个人说 叫他当代大儒 然后批评林彪就说 那个头发比较少的 然后什么等等 反正就是用尽各种办法去影射 让你去拆他 然后去骂华国锋 就说那个太监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常常去读 我不是想说 朋友跟我讲说 大陆朋友跟我讲说 读人民日报不是这样 不是要这样读 才读了 换句话说 你要倒过来 才能读到中间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是不是太过敏感呢 我们不是太过敏感 因为中共一贯的就这样做事 他舆论先行 但他又不告诉你是谁 像那时候抓周永康的时候呢 他又不说抓周永康 说抓了一个周什么根 他把他的周元根 把他本名拿出来了 但知道人都晓得 那个人就是周永康 那为什么又不说呢 我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把消息放给你 让你能够接受 否则突然来的话 你受不了 所以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 好了 2022年要开20大了 习近平会不会下台 还是他真的会留任 我们回头看过去 习近平上台 这这个八年到十年当中呢 他大概打破了很多很多的惯例 所以再打破一个呢 我们也不奇怪 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因为在十九大 也就是四五年前 他打破了一个重要的惯例 在这个六四事件以后 为了要稳定局势 这邓小平当时前前后后他已经讲说 我们呢 这个要设接班人 然后这接班人怎么安排呢 我们在这一届呢 选出新领导之后呢 然后开始接班了 然后他理论上是干两届十年了 一届五年 两届十年 他干完第一届五年之后 在第二届开始的时候 那一次的会上面呢 选两个年轻人参加常委 参加常委之后呢 一个呢 做党的副主席 或者做副的总书记 或做什么职称 然后另外呢 做这副总理 这两个呢 就见习生 等到五年 见习完之后呢 一个就是接总书记 一个接总理 以人事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安排 所以当时呢 想说 当时大家都说 两个接班人呢 一个好像叫做孙政才 一个叫胡春华 那大家这样讲 所以那几年人家就问说 这两个是不是接班人 我说还不一定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不是习近平挑的 因为是前面人挑的 那习近平会不会满意 这两个人还很难说 那后来我又看了 大概差不多大半年之后 我说孙政才大概有问题 人家说为什么呢 我说好像最近的时间 传媒上跟江湖上 流传了不少对孙政才 不利的说法 有文章影射他 攻击他什么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文章 在攻击胡春华 说他能力没有那么强 什么等等 我说那个呢 应该是内部相杀的结果 但看起来骂孙政才的话 比较重 所以比较危险 结果果不其然 在召开四九大之间 突然间孙政才倒台了 然后防空为什么倒台了 我们说你看出问题了 出了问题又出问题 没关系 问题是你有没有 把接班人进来 没有 没有把接班人 所以如果没有 把接班人的话 那等于习近平 又打破了惯例 我没有把接班人进来 所以大家说 如果没有把接班人的话 那到底有没有接班人呢 好那大家现在猜了 二十大可能接班是谁呢 一个是李强 一个是陈敏尔 还有一个谁是谁 什么的 但看来看去 最可能接班人是谁呢 习近平 习近平自己接自己班 那怎么自己接自己班呢 当然可以有别的安排 一个办法 直接修党章说 不受两人以上的限制 这第一种修法 第二种就是 把总书记之上 设一个主席 然后习近平去当主席 这样也不受两人的限制 但这些东西呢 我们前后后 已经知道一些消息 有各种各样的风声 像你这边 给他戴了这个帽子呢 就已经看出来了 早在2018年 当时开了 人大政协会的时候 不是把国家主席 跟副主席 这个任期人延长了吗 然后说没有任期制了吗 所以大家说 他要当皇帝 其实在中共的体制里面 国家主席跟副主席 没有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是 党的总书记 一把手的位置 跟军委主席的位置 这个东西将来我们再说 总而言之就是 那个时候还不能叫做习皇帝 但是如果明年开会 确定习近平连任的话 那时候叫习皇帝呢 那应该叫实至名归了 我们在哪边还看到迹象呢 在去年 开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讲过 我们说 好像有点变化 什么变化呢 因为拍马屁的高度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我们在看到 我们看到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在那个十九大五中呢 这个开完会之后 官方不是照例会发一个公报吗 公报里面有一段话说 习近平作为核心领航掌舵 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 出现的各种困难选逐 这句话大家不要看说 是中文很简单 核心领航掌舵 核心呢 在这个之前的六中 已经出现过了 领航呢 这是一直讲的话 这没有什么 掌舵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被叫做舵手的 只有一个人 因为叫毛泽东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台海局势的变化 最重要的变数就是习近平 然而习近平的二十大的挑战 那这里头确实也是 全球国际政治观察的核心重点 明老师刚刚讲到习近平准备做毛泽东第二 因为他被称之为舵手 舵手不是一般人可以称的 对 因为在中共党史上 过去只有一个舵手 那现在理论出来第二个 那这次是官方公报 直接这样讲说掌舵 当然没有直接叫做舵手 不过呢 在那个两年前就2018年 习近平不是有个心腹叫栗战书吗 他在两会上面开这个讲话的时候呢 就曾经讲过说习近平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 那个是口语发言 那建筑文字但不是官方最后的文献 那么二十大这个 对不起十九届五中这个呢 的确是一个建筑官方的一个文献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那么我们讲的讲序意义就是说 能够被上核心这个尊号 跟上舵手的尊号呢 他不是一般人 他可能意味着就是不断要往上走 或者说他想要继续连任下去 那么在这个现象里面呢 我们看到 其实英国有一些学者呢 也注意到了 这个人呢叫做Garside 中文叫做盖斯德 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英国的一个驻大陆的一个外交官 曾经多年的这个派驻大陆 然后两次去到那边 有很近近的观察 然后有很多很细致的一些这个结论出来 他写过两本书 那最近呢 现在是五月份了 四月下旬开始呢 他在这个加拿大一个环球邮报上呢 发表文章 然后有一篇文章呢 特别受到瞩目 这本文章他讲 他说 他的文章大概有四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他说 中国大陆走到今天 要发生变动 和发生变革呢 是必然的 是挡不住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 谁来推动变革呢 中国大陆这些有钱人 不管是马云呢 或者什么 这一批人 第二个 谁来推动变革 第三呢 如何推动变革 两个选项 然后第四呢 美国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那为什么他说变革是必然的呢 他说 像我们这些人呢 因为对这个世界各国的政情呢 比较关注 然后我们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呢 特别期望 他自己讲了 他说 我原来以为 中国会跟很多国家一样 在经济开始发达了 然后开始自由化了 人民财产开始增加之后呢 政治变革会随之而来 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这是古典的民主化理论 我们并不反对 但我们只是说 古典民主化理论 没有办法解释 苏联跟东欧的民主化 跟政治变革 所以我们不认为说 这理论一定能解释 但我们不说这理论 也一定不能解释 不过呢 高尔赛斯这样说 他说第一 那会变革 第二 谁来推动变革呢 这些有钱人 为什么有钱会通通变革呢 他说 你在中国大陆 即便你像民营企业家 不管是马云是谁也好 即便你再有钱 你可以开什么 马萨拉第啦 然后呢 你可以送儿子去哈佛读书啦 然后你随便弄什么东西 就千万美元进来了 或什么等等 可是呢 你在政治上是个奴隶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 你没有任何的政治地位 反面来说呢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法律 可以保护你的资产 或什么东西 不受剥夺 可他说可能一夜之间 你以此行政命令 把你全部财产剥夺了 然后一夜之间 你原来希望在哪边上市IPO 就不损上市了 所以他举了很多这些案例 这案例他不是在说明说 这些IPO成功不成功 他讲的是 当你这么有钱了 但在一个一党专政制度下面 这制度不能保障你的各种各样的权利 包括你的生命身家财产在内 所以他说走到这样的话 我们看见中国大陆是非变不可 他举了两个变动的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政变 这过去我们说过了 第二就是在这一次 就是在明年2022年 中共要开20大前后 这些人联合起来 然后阻止他去寻求连任 那么他就说了两个可能性 那么他说在新术里面 他说了这些东西 我们并不反对这种说法 我们只是说 或许还有别的可能性 当然他还讲 他说其实我们美国呢 可以扮演一个比较积极角色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有各种各样的管道 我们把这资源跟管道连接起来呢 我们对中共施加压力的时候 这些人或许会跳起来 然后就推动这个变革 他讲了这东西呢 恰恰好就是中共最担心的 颜色革命或是和民养变 那么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呢 中共就这样解读的 我们过去讲过 我们说反习派有四大类 我们说第三类最危险 第三类是什么呢 经商的太子党或太孙党 为什么呢 他们有人脉 然后有钱 然后相对来说呢 自由空间比较大 所以过去我们也讲过 我们说习近平真正要担心呢 他会担心这批人 这边有钱有权 所以他会对付这些人 我们过去讲过像吴小辉啦 肖建华啦 海航的王健啦 现在的马云啦 柳传志啦 加上你刚刚讲的王兴等等 一方面是 他打了反贪腐气 要说你们贪腐 你们报税不干净等等 二方面就是贸易战需要钱 第三我认为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认为说 你们这样可以搞鬼 你们这样是真的会推翻我的 我的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从你们来 所以对他们呢 动手呢 其实不只是拿钱 更重要是为了权力斗争 所以我们结论是什么呢 明年的二十大呢 前后 那会有权力斗争 而我们看下权力斗争 今天已经开始 过去的权力斗争呢 一方面是要争上位 二方面是要争政治局啦 政治局常委 但是这一次的这核心问题呢 是习近平的去留问题 习近平不但是政治上呢 能否留下来 连他肉体生命能不能留下来 都是个很大疑问 所以你的标题叫做 末代皇帝 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全球金融市场 特别是美国笼罩在通膨升息加税的 这一个阴霾压力 那另外一个全球关注的变化是数位货币 特别是去年从疫情发展之后呢 全球央行不断的印钞跟放水 那这引来了包含了比特币等数位货币 这过去一年多的飙涨 那我请教一下乙近 事实上呢 在北京内部也有这一个推动数位人民币的计划 是我们讲到数位人民币 一般人会有两个迷思 第一个事实上数位人民币并不是一个加密货币 第二点呢 就是说数位人民币跟人民币国际化 这两个议题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数位人民币并不等同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怎么讲呢 首先我们来讲说 数位货币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呢是像比特币以太币还有狗狗币 这一种加密货币 那另外一种呢是像支付宝 还有微信支付 这种我们一般讲 不把它叫做货币 而叫做那个电子支付 那事实上数位人民币的特性呢 是比较接近支付宝 这种电子支付的方式 它的那个架构是中心化管理的 而相对的像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呢 它是去中心化的 所以比特币是不可以篡改的 但是数位人民币是可以篡改的 就是说如果说呢 今天那个中国的央行 有一天突然瞧 瞧某某人不顺眼 然后就把他的那个 那个存款后面扫一个零 那事实上可以做得到 他要加一个零也是可以做得到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说 数位人民币的匿名性的问题 那依照中国政府的讲法呢 就是说数位人民币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它就是要可控匿名 可控匿名呢 我觉得他们实在非常有创意 讲了这个名称让你觉得 好像你真的可以匿名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拿着数位人民币 到北京的庆丰包子 去买了30块钱的包子的话 那庆丰包子不会知道我是谁 但是中国的政府他会知道说 林某某在某月某日的几点几分 到清风包子 花了30块钱去买什么东西 所以政府都会知道你是谁 然后他所谓的匿名性是说 你那个钱包它会分等级的 如果你花的数位人民币比较少的话 那你可以只用那个手机号码去登记 可是在中国大陆呢 你所有的手机号码都是实名制 所以政府绝对会知道你是谁 所以这个讲到这一点 就是数位人民币的 它的优点事实上就是它的缺点 第一个数位人民币不能拿来做贿赂 也不能逃税 那你也不能拿着数位人民币 去东莞那种稀奇古怪的地方 做一些色情交易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的话 政府都会知道 尤其对贪官来讲 他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 可是这也是他的缺点 因为中国大陆 他的那个灰色经济 一直是他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少了这种灰色经济 大家都不敢用数位人民币 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大家这个数位人民币 就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了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就是中国推行数位人民币 事实上有三个很大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反腐 就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事情 第二个呢 他就是他打算在国内取代支付板 跟微信支付 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说 马云还有马化腾这些人太嚣张了 他们利用支付板跟微信支付 掌握了中国的大半经济 所以他们一方面是要把支付宝 跟微信支付收归国有 另外一方面 他们就是国家自己设立一个 类似支付宝的数位人民币 那再来更重要 也是大家更关注的 就是说他可能在国外取代美元 然后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回到一个 很有趣的理论 就是国际金融学里面的 不可能的三角 那个英文叫做Trilema 他的意思是说有三种事情 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第一个是自由的资本流动 第二个是独立的货币政策 第三个是固定的汇率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 只能三选二 他不能三者全选 举例来讲呢 就是说那个港币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 那港币为了紧盯美元 所以他就放弃了 独立的货币政策 你如果说你住在香港 你可以很自由的 把港币换成美元 汇到美国 把港币换成日元 汇到日本 然后那个 在那个香港呢 香港的那个港元 也是紧盯那个美元 他是固定汇率 他可以同时做到 这两件事情 可是香港他就放弃了 他货币政策 意思是什么 就是美国如果升息 港币就必须升息 如果美国降息 港币就必须降息 那再来呢 我们讲到美元 美元他是选的是两个 是那个自由的资本流动 还有那个独立的货币政策 结果他放弃了什么 就是固定的汇率 所以美元在全世界的 那个汇率都是浮动 那讲到人民币 那人民币的现状呢 他事实上他是 那个牺牲掉了 自由的资本流动 就他管制汇率 管制外汇 管制流动 对 所以你不能随便 把那个人民币汇出去 然后换成其他的 那个 那个货币 那现在数位人民币的野心呢 就是他三者 他都要吃了 他就希望说 他这个除了有固定的汇率 而且还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外 他还希望说 那个数位人民币 可以在国外使用 那事实上 这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呢 就是说假设说 那个 我现在是开公司嘛 那我的美国客户 今天如果汇了 100万美金来给我 那我事实上是 是不是真的就拿到 100万美金呢 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是这笔钱 汇到台湾以后 央行会把这些钱 换成台币 敲了一个汇率以后 换成台币 我最后拿到的是台币 所以不是说 我直接拿到一些美元 我在台湾 我就可以使用 可是如果说我的中国 在中国大陆的客户 汇了100万人民币给我的话 而且他用数位人民币汇给我的话 我是真的就马上拿到 这个数位人民币 100万 然后我就真的可以拿来用 我们就 所以这个中间 因为少掉了 这个换汇的关系 所以这个人民币 就直接进到台湾来了 而美金到台湾的时候 并不是美金 直接进到台湾来 那这个事情的 那个可怕的地方在什么 就是他可能会取代掉 一些小国家的货币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台湾的邦交国 柏柳 在柏柳这个国家 他并没有他自己的货币 在柏柳 一般人的日常的交易 用的是美元 然后政府收税是用美元 然后政府发薪水给公务员 也是用美元 那为什么呢 因为是柏柳这个国家太小了 他觉得自己发行货币太不方便了 而且他的那个观光业非常大 他的收入非常大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种状况 就是说现在在泰国 有很多的那个大陆观光客 然后假设说宁关跟我 我们两个都是泰国的那个小贩 然后在观光区的小贩 然后我们现在各自都收到一些数位人民币 然后以后我要跟你买东西 我想说我懒得再换成泰铢了 我就开始跟你用那个数位人民币 直接做交易 然后呢我们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呢 在台湾我认识蛮多台商台干 他们都有微信支付 或者支付宝的账户 他们彼此之间就会这样小额的流通嘛 对而且 比如说我跟林一静拿了一支红酒 林一静说陈一关来 打个两千块过来 然后他就打两千块过去 类似这样 而且呢如果我们要需要买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就直接上那个淘宝 或者阿里云去买 买了以后呢 我们就数位人民币支付 然后这个钱就进来了 结果这个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他会 如果我们是泰国的话 那个就会逐渐 数位人民币就逐渐取代 泰铢 然后泰铢可能会消灭 然后我们可以想见 就是说现在中国在推一带一路 那一带一路的那些非洲 还有那个中亚那些小国 他们的货币可能一个一个都被取代掉 就比较小国的话 他可能他的金融 跟货币的替代性就会发生 对没有错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 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想说 他们要做这个央行的数位货币 可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科技片的那个等级的一个大灾难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是央行直接取代了银行的部分角色 以前我们这钱会存在银行里面 现在我钱根本就不存在银行里面 我直接就存在央行用数位那个央行的数位货币 第二个就是大国的数位货币会取代小国的货币 第三个就是各国不仅仅是监看自己的国民 他还可以监看到别的国家的人民到底在做什么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全球的疫情跟拜登的新政 为政治经济乃至于金融市场带来了全新的变数 那另外一个发展是美军 特别是美军也不断的提升这一个军力战力 对美军的F-35逆中战机 这个数量成长得非常快 那美国空军的参谋长最近公开说 美国空军现役的F-35A战机已经有高达283架 那已经超过这个传统上的一个攻击机F-15战机的数量 甚至像A-10这样的攻击机 那这样的一个机队的规模仅次于目前还保留数量 还是相当高 934架的F-16 CD这样的一个战机 那其实实际上F-35战机的量产量产的数字 不是只有283架 因为这只是仅限于空军现役的部分 到这个月为止 这个负责生产的洛马公司 他已经交机了645架的F-35个型战机 包含还有另外我们知道美军陆战队使用的是F-35B垂直起降型 那另外像未来部署在这个美军航舰上面的F-35C 同样都在这些相关的量产的这个数量之中 那更重要当然还有包含像日本以色列 那这个英国等这些盟邦采购的这些F-35战机 所以整体的一个交机数量已经高达645架 那645架的一个生产规模 其实先前洛马本来是很有把握的是说 他要以每年至少180架的量产的速度 那要付这个交机给美军的三 这个美国的三军 那美国空军因为未来还要采购高达1763架 那整体连陆战队连海军要高达2500架的规模 那另外还有包含像其他盟邦采购的 所以整体的规模会有3200架的一个采购规模 那以180架每年的数量当然还是不够 他想要持续提升 不过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最多最后交机的一个数量 是只有达到123架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外传说 可能是不是晶片供应上面的问题 也让他的一个产能下降 那不过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交机的一个数量 其实相较于中国来讲已经算是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要对比解放军的歼20来讲 歼20先前如果按照日本的防卫白皮书 公开的具体数字是到去年为止只有22架 那他先前这个解放军还在庆祝说歼20已经问世10周年 问世10周年才量产22架 那当然中国官媒后来有曾经有对外透露说 现在目前歼20有四条生产线 每条生产线以每个月生产一架来讲 一年应该可以量产到48架 不过一年48架的规模跟这一个F35 未来如果可以提升到每个年至少100多架来说 还是只有一半的数量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能够量产到48架 其实外界还是质疑 包含这个歼20最重要的 就是说他的发动机是不是能够从涡扇10B提升到涡扇15 一直关卡卡在这里解决不了 所以他的一个量产的数量 包含像发动机的研发 都限制了他未来他数量增加的一个速度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不只是数量上 性能上当然他也比不上美军的F35 未来美军如果说整体上可以 全球提高到销售3200架 包含美军自己的2500架在内来说 这样的数量是不是已经是全球这个规模最大的一个战机 其实都还不是 因为先前我们看到台湾有的F16战机 其实F16战机从问世之后到现在 陆陆续续包含美军自己使用 包含这个出售到全球来讲 数量已经有高达4600架之多 那当然逆中战机还是未来的主流 那除了这逆中战机上面 这个解放军追不上美军来讲 那性能也没有办法跟美军这一个相互抗衡来说 那解放军只好采取其他各方面的一个 不同的策略 当然战略上对海外的一带一路的一个策略 持续在进行 所以最近也传出说 他在台湾过去的友邦 其实是被他这个挖墙角的吉里巴斯 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国上面想要 获取他上面的一个基础建设 特别是他有一个叫做坎顿岛的这个地方 他面积其实不大只有平方公里 但是他位置相对敏感 位置在夏威夷的西南方3000公里 看起来似乎很远 但是这个岛过去在二战的时候 美军曾经在上面打造跑道 大概有2000公尺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跑道 可以起降远程的轰炸机 所以现在中国看上了这个坎顿岛 那希望跟吉里巴斯政府接触说 未来他完全这个直接全面出资 来整修这一个机场也好 或者是上面的跑道 完全吉里巴斯不用出钱 只要提供这样相关基础建设 给中国使用 所以这个动作当然也被美国提出相关的警告说 有没有可能藉由这样的机会 在地缘政治上面逼近美国 特别是逼近第三岛链的夏威夷 那从东面大西洋 我们先前看到西非东非陆续都有 所谓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 开始慢慢的逼近跟入侵 对美国呈现一个包夹的态势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中时观众跟粉丝跑扫描 QR Code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同时在IG脸书 推特特管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 而我们YouTube平台上面 也有8000个影片资料库 欢迎大家看好看满看到宝 谢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大家有空顺便看广告 媒体经营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